打擊詐欺一直是我上陣以來 在治安方面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打擊詐騙需要有技術上要精進 而且要加以修法 刻不容返 需要現在就要來進行 不能夠等到下屆總統才來進行 所以我已經請羅秉承政委督導相關的部會精進 明天就會提出打擊詐欺行動綱領的新版 希望能夠對於打擊犯罪提出更有效的辦法 包括修訂防詐的打擊詐騙的無法 精進各式各樣的技術打擊犯罪 我們也歡迎大家提出防詐的好的方法 跨部會整合把防詐的工作做好 確保民眾財產的安全 自從前年公投以來 大家都已經知道 大多數的民眾反對核市場的建立 而且呢 灰核家園已經是台灣的共識 也是全球的趨勢 至於小型核電廠或者像是核融核等 這一些在設備上是否安全 價格上是否評價 是否在技術上還有待考慮 必須要審慎規劃 NCC是一個獨立的機關 國會議員要予以尊重 不應該藉著個案的審查做建築干預 這是一個很快的釋放 中國修正緩建立法之前 就以防國家分裂法制義的來逮捕台灣的民眾 限制台灣民眾的人身的自由 民眾要到中國大陸去 一定要提高警覺 在疫情緩解之後 兩岸人民都希望健康交流的同時 中國限制台灣民眾的人身自由 對於兩岸健康的交流是有傷害的 如果對於雙方有機會 都要去採議 三岸日本人的存在